像這兩隻都是公貓 在還沒有結張之前 這兩隻也是幾乎都是沒有辦法碰的 可是結張之後 這個黑鼻的個性大轉變 就像我書上寫的 變成是非常娘娘腔的 尤其是看到人他會非常非常的友好 不過在7月的時候 不幸他就是因病去世 然後也因為他的離開 就是讓我們很多志工都很難過 今天我們現場也有一個黑鼻的 這個聽說是在新出發表會的時候 對 志工他們特地做來送我的 因為他知道我其實 所有的貓裡面我最喜歡黑鼻 他很特別 因為他就是個性從結紮之後大轉變 而且他的叫聲不像一般的貓的叫聲 然後只要我在遠處的地方 開始叫他黑鼻的時候 他就從斜坡衝下來 他會是第一個迎接你的那隻貓 所以我就對他特別的有感情 特別有感情喔 其實我覺得我雖然沒有看過他 但是我也透過你書裡面 讓我覺得對他也有一分 我覺得現在講的 好像眼淚都快要流出來的感覺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其實大家對貓的愛 大家對貓的喜歡 其實可以透過很多種方式 他包括我知道說 你們也特地做了一些 像這樣子的一個印章對不對 對 其實很多的貓友 他們都會特地刻一些 猴童專屬的貓印章 然後來給猴童的朋友蓋 然後我在新書發表會的時候 也是拿這三個印章倒出去 讓貓友一起分享 對 我們今天也在節目之前 我們先幫他蓋了出來 這裡面就有黑鼻對不對 是 中間那個當小天使去 好 黑鼻其實將來聽說 我們會希望再透過黑鼻 再做更多的一些事情 是 就是台鐵本舖的何老闆 他希望藉由這樣子一個小故事 然後來做一個黑鼻的大公仔 那將來會選一天 做一個這樣子的公仔的節目儀式 然後也順便宣導 這樣尊重動物生命的 這樣教育的意義 對 是 希望把這樣子的觀念 一直延續給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喉童的生命力 絕對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對 希望 希望 絕對不是只是一個熱潮而已 對 所以我們志工才會一直這樣子的 付出跟協助社區 好 其實現在我知道說 你們也推動了很多的一些觀念 有沒有特別要跟大家做叮嚀的 叮嚀的我想還是以 就是不要把貓亂丟棄在喉童 或者是任何一個地方 對 我想說其實棄貓 不是只有在喉童看得到 我在想說 其實可能你家門口 或是店家 或是每個嚮道 其實都會發生 那我覺得要 大家要將心比心 然後也要有一個責任 不要說當你沒有辦法照顧動物的時候 就把這個責任推卸給別人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不道德的一個觀念 所以我希望大家再來喉童的時候 請你把愛帶來就可以了 其他的東西就不要帶了 還有一個東西可能也不建議大家帶 是什麼呢 來看一下了 在書裡頭有一個大大的一張照片 不建議帶狗來訪 唉呦 這會不會讓很多喜歡狗 也喜歡貓的朋友 會覺得有些些心裡面不太能接受呢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做這樣子一個牌子 因為有的狗主人淡然他是不牽繩的 那雖然有的狗很乖 可是當他到社區的時候 其實會讓這些貓恐懼會害怕 甚至貓長馬上就抓過去了 那社區有狗 我們怕會有追逐或者是互咬的狀況 其實是為了要保護這些狗 不過現在很多經過這樣子慢慢的宣導 其實很多養狗的朋友 我覺得很棒 就是他們一到社區就是把狗抱起來 那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對 我覺得很多的遊戲規則跟一些觀念 是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文宣 去慢慢的去教育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本書 也讓很多的人知道 該怎麼樣來對待猴童 包括怎麼樣來到這裡 你要守什麼樣的規矩 然後讓這個地方可以 除了欣欣向榮之外 我們還更多了一些 我們可以讓它更好的一些元素 好 我知道說 其實你們做了非常的多 那這些努力等等的 其實已經是有一些些成績了 包括甚至於你們還做了一些 很可愛的這個紅包袋 這個紅包袋代表了什麼樣的意思 剛開始 因為去年的第一個活動是在10月底 然後因為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迴響 然後我們也很感激 然後其實要最感激的是 喉童居民的包容 因為沒有他們這樣子的包容跟肯定 其實我們沒有這麼機會在社區幫他們做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我們當初就有想了說 過年快到了 然後就利用這個四大天王的圖案 我們就想說 做一個比較喜氣的一個商品 那第一個想到就是紅包袋 然後當紅包袋做完的時候 我們找了一些志工 還有一些學生 我們就把這個紅包袋 每一戶 每一戶我們都送一包去給他們 其實是感謝居民他們這些日子來的體諒跟包容 裡面沒有包錢 就是一個紅包袋送給他們 是一個幸運 那其實我知道在這本書裡面 也有很多就是你拍了居民跟貓之間 或者是記錄了一些居民們 他們的一些想法心路歷程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不是百分之百的居民 他們都喜歡貓 他們甚至也不喜歡貓 可是其實我覺得很多的想法 我們必須要去尊重人家 因為這種觀念沒有辦法去強求 可是其實日子久了 看到我們這些志工做了這麼多 然後每天拿著相機拍啊拍 他也覺得很奇怪 這貓有什麼好拍的 為什麼 你們一個禮拜來了好幾次 然後拍不停 久而久之 他們也開始慢慢的在欣賞貓 可能改天我們去的時候 阿公就跟我們講說 這隻貓昨天跳到那個窗台 做什麼樣的動作 牠其實會跟你分享的時候 其實貓的影像 牠的可愛已經慢慢的在改變 阿公牠對這些貓的一些負面的觀感 對 而且我覺得相對的 其實牠們可能對貓的陌生 對貓的不熟悉 對 到現在牠們覺得 欸 那就是我們這裡的鳥 要照顧 對 牠們有時候還會說 那隻貓來我們家吃飯 然後會爭鋒之處 真的 對 因為現在貓變成是 有點像招財貓了 已經把牠們就 其實我們很少在一個觀光景點 看到這麼多年輕人 願意停留這麼久 然後這些年輕人 牠們不是來消費 牠們就純粹來拍照跟貓玩 那我覺得這樣子一個景點 是一個很特殊的 那老人家也看到了 這些年輕人的善意 而且讓人家感覺到 這些年輕人很有禮貌 那我覺得這是 身為一個貓友 我是覺得蠻驕傲的 對 好 最後有沒有想要特別 跟大家叮嚀的部分 我要叮嚀的是說 我們來到這個 喉童這個社區 畢竟它是私人的社區 然後我們也不要太大聲的喧嘩 然後把愛帶來 然後把垃圾帶走 也不要把貓帶來 因為其實會有這樣子 一個傳染疾病的危險 也希望說大家多愛護這個社區 然後多給這個社區一點空間 畢竟它在短時間突然爆紅 然後這麼多人的關注 如果你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力量的話 請你也跟我們一起來 協助社區 幫忙社區這樣子 好 也希望你們要繼續加油了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的貓咪已經睡著了對不對 我們不要吵牠好不好 我們讓牠安安穩穩的在這裡呢 睡覺 當然牠的未來也會更美好 謝謝 謝謝貓夫人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我們再會囉 拜拜 3人 4人